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在今天的台幣股市 會不會讓你黏黏了把冷汗呢 為什麼這麼講 就在台積電身上 昨天在我們這個時点裡頭的話 包含在韋傑 包含在我們也特別提出來 台積電兩大重點 第一個挖礦機是不是 第二個蘋果本身的部分的話 果然昨天所看到 在營收數字的部分的話 獲利程度前一季還不錯 接下來開始有些帥帥情況之下 昨天在台積電的ADR 這個表現裡頭 變成是一個重挫 也衝擊到了蘋果本身 昨天台積電ADR部分 這個跌幅達到了5.6個百分點 非常非常沉重了 那麼前一天的大漲 到今天又該如何做反應 對於台北股市的話 會不會造成一個壓抑性的力道 馬上為您邀請的是韋傑 韋傑你好 孫恩哥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韋傑要先給你按一個讚 那麼最近所看到 打開報紙都是台積電力多 你是算是比較這裡頭 獨牌重益了 對於台積電的看法當中的話 抱持是一個謹慎保守態度 果然就算盤中大漲 這個觀察還是一個重點 那問題來了 今天的影響性有多少 從美股幫我們掌握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股市的一個視覺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最先紅的就是跌幅越重 板塊越大代表占全值越重 大家一看到就是 蘋果跌了快3% 我的天啊 這個是科技類股的一個回跌 那當然 其實在亞馬遜 Google或是臉書的部分 其實表現都還相對比較強勁 只有蘋果稍微比較弱勢一點 那銀行板塊呢 也稍微反彈了一下下 那所以 其實從整個美國股市的 這個表現看起來 它大概就是一個漲跌互件 過去呢 強勢 在走高的 有點回檔的壓力 過去呢 弱勢走低的 開始有點反彈的力道 所以其實最近的美國股市 它是呈現一個強弱分野 然後一個漲跌互件 震盪整理的一個格局 好 那我們來看 過去這一個禮拜當中 美國股市的反彈 整個投資人的情緒 調查的反應是怎麼樣 這個是統計到這個18號 那這個是有點時間性的落差 沒關係 我們就看到 其實你看 只要美股一出現反彈 看熊市的 就開始減少 是減少了13.5個百分點 看多的就增加了11.7個百分點 所以總計 在整個看多頭 美股能夠持續走多的人 中性偏多 是來到了將近七成以上 那我們曾經講過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調查 你要反過來想 當投資人的情緒都開始興奮 覺得美股又有機會的時候 你反而要反市場去做思考 對不對 昨天美國股市其實就是震盪 你不要以為美國股市倒窮 現在跌個100多點 就算是重挫 沒有 你去看一下它的位階 它指數在24000多點以上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幅度大概就是0.5%附近 所以其實還OK 昨天跌幅最重的 在費城半導體指數 重挫了有超過4個百分點 那費城半導體指數 你看 帶出了一個空方的缺口 然後往下 即將要去做破低的一個發展 那麼過去呢 其實在費半指數的 這個3月底的3月22號開始 它就出現了一個空方的缺口 沒有進行回補 一波的下殺之後 反彈 也沒有反彈到3月22號的 這個空方缺口位置 可是相對於道琼的回補 跟納斯達克科技類股指數 也接近到這個缺口位置的 這個狀況來比較 費城半導體指數其實相對偏弱 為什麼會偏弱 我們先來看一下昨天的台積電 ADR的K線圖 ADR呢 其實 韋傑我們說到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剛剛把線圖先再抓出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比較單心的地方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的話 錦線的位置 我們同樣這樣做這樣的叮鈴 包含台積電那一天 我們前一天剛好也做出這個叮鈴 沒錯 錦線位置在這邊的話 今天晚上是重點的 會不會跌破 一旦跌破的話 這裡頭上面 全部變成是一個重要的套牢區 好 我想蘇聯哥又畫到一個重點 我們剛剛其實在這邊 年限在這裡 是 年限已經即將要來回測了 那費半指數基本上半導體 它是代表一個科技產業 未來的一個領先指標 那半導體的指數 竟然都是走弱 那你會期待未來科技類股的成長力道 會開始增強嗎 我想先打個問號去做觀察 那麼當然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費半指數當中 一些比較重要性的 個股的表現 當然台積電的ADR 昨天是一度盤中重挫 超過六個百分點 看到這張圖其實很緊張 台積電 很恐怖 很恐怖 這個我記得 上一回我們在節目當中提到的是 跟大家講是台積電的ADR 它是出現了一個完美的上飄行程 而且爆大量 對 下沙有量 下沙有量 這很恐怖 但是也代表著 其實有人在這邊 稍微有點指紋的力道 那簡單跟大家講 現在台積電的ADR 得到這邊 大家也可以不用緊張 因為它已經回到前一波起漲點的附近 已經有一點點支撐 而且它的跌幅滿足 是已經來到完整的一個位置 我們跌幅滿足測算 已經差一點點 它已經完成了 所以其實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一次性的修正滿足之後 它就是震盪打底 那爆大量代表的人覺得說 台積電它還是OK 所以今天的信貨反應呢 有人稍微去短 那如果是台積電的股票的一個反應 在台北股市當中 開低是必然 但會不會像ADR跌幅這麼重 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在台積電的 昨天的漲勢怎麼解釋呢 其實昨天大概就是 還是有外資去壓保台積電 法說 一天賺兩億 對 我想其實這樣子的過程 大家就會 你去看一下 台積電為什麼過去利多都不漲 這其實有鬼 那利多不漲 然後它的利多消息放出來的時候 外資不斷的在偷偷調節 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 一直有幫大家掌握到這個重點 所以其實大跌也沒什麼意外 就是剛好它法說會說的不好 那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 特別強調一個重點 即便台積電的法說 它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利多或利空的消息 沒消息就是壞消息 那股價還是走弱 那更何況它昨天法說會直接釋出 就是一個負面的一個展望 那當然股價下跌是還滿正常 那今天台北股市當然會面臨到 台積電回檔的一個壓力 但是會不會像美國股市跌那麼重 我倒認為不用那麼緊張 好 倒是韋傑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這個台積電的部分的話 這個看起來昨天是大跌 看起來現行ADR的表現相對弱勢 可是今天至少韋傑剛剛說的 就算是利空反應的話 可能不至於做出這樣全然的一個反應 那麼第二個重點的話 昨天在我們盤中的話 事實上借這個機會也告訴大家 盤中告訴大家 兩個條件之下 為什麼看壞台積電呢 兩個條件 第一個挖礦機你還記得嗎 如果你再進一步連動的話 不一定是絕對性連動 創意是不是在台積電 這個相對的一個投資子公司呢 創意它重作 連番重作之下的話 就是因為它挖荒機的這個代表 這是一個指標性的觀察 再一個 就是蘋果手機不好了 好 那麼剛剛在韋傑部分提到說 昨天的台積電大跌之下 衝擊到廢半 衝擊到美國科技類股 為什麼 半導體指數是在科技類股當中的最上游 你若不要整座海撩撩 就是整個下游的部分的話 可能都不理想之下 那麼這個利空反應 可能還進步需要時間 對啊 我想其實不只是台積電的ADR跌 你看AMD這種晶片廠 你看都已經跌破大頸線 這是周K線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你看一下 在這個美光有沒有 也是假突破之後 也跌破頸線 麥克風主義是重挫 對啊 那都是跌到這種位階 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Intel 好 Intel你看 也是帶了一個跳空缺口 也做出了一個短線的假突破 那另外再看一下高通 最近硬財的部分也是一樣對不對 在守頸線了 但是呢 也是跌破了 這個都有壓力 幾乎都跌 都已經做出一個簡單的短線頭部了 那另外在這個高通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一下 你看高通跌得更誇張 跌到大頸線附近 還給你用跳空跌破 那這個其實就很妙 等一下我們在新聞當中 幫大家掌握一下高通的重挫 其實跟最近 川普制裁中心通訊 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稍微 等一下我們來留意一下 中心的部分 那麼這開始的話 剛剛看看高通 相對的 你就要想到說 聯發科 有沒有相對可能受益的機會 就算有很大嗎 等一下 也請韋傑來幫我們掌握一下 好 一連串裡頭的話 我們在境外面重點部分 我們從這題材性出發 因為個別的題材部分的話 從這個 會比較少一些些 把握時間 我們現在看一下 台積電第二季的展望當中的話 比預期來得差 那麼又該如何反應 今天一天的反應會夠嗎 第二個 外資券的部分 本月的淨匯出 又是10億美元 前幾天我們再跟大家報道了 從這段時間以來的話 這個賣出已經是 去年買超以來 已經幾乎是賣光光了 那麼亞洲市場當中的話 這個匯出打算裡頭的話 相對弱的地方 就是在外資券 在台灣賣的比較多了 再看到IHS的事情 面板大廠 本季要轉虧了 已經達到壓力成本 要轉虧了 那麼股價表現看起來撐著 會有季附的壓力嗎 我們放了一個利多 這個利多在哪裡 是在這個相關的 鋼鐵族群身上 在也是這兩天的話 也都有叮嚀了 鋼鐵銅價 奔漲之下 歐亞股市又是高歌了 您的觀察呢 台積電的第二季的營收漲望被下調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圖卡 簡單的看一下它的整個預估的值 它是用美金來做計價的話 是比過去的同期稍微成長 沒有錯 美元計價它是成長 整體來說就新台幣也是成長 但它比之前第一季所釋出的 彩測的數字還來的低一些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第二季的預估值 是全面往下修 而且在整個半寮理產業 它的看法也是 它的預期也是比第一季 沒有那麼樂觀 也是往下修 晶圓代工也是往下修 那麼第一季原先 這個台積電 它預估自己今年的成長 是有機會達到十個百分點 到十五個百分點 昨天在法說會當中 也直接下調到 只剩下百分之十 那麼當然法輪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展望 就會相對的有一些疑慮了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來自於 剛剛孫燕哥有提到 在這個智慧型手機 也就是蘋果的訂單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 這些手機的訂單 並沒有出現明顯的 回升的力道有關 另外在加密貨幣的這個 訂單上面其實是不確定 昨天在節目當中 特別提醒到大家 中國大陸是禁止挖礦的 就是不管是比特幣 還是以太幣 還是什麼幣都一樣 加密貨幣你要挖礦就是禁止 交易也是禁止 所以當然會影響到一些訂單的狀況 那當然在今天台積電的一些股價表現上面 一定會受到一些壓力存在 但是我個人認為不太會像 ADR的這種反應 現在在試出的價格部分是229對上229.5買賣價 我想其實這樣子看起來還跌幅還蠻重的 那如果是真的按照我們所去技術分析面 所去算的測幅滿足 其實台積電的跌幅會直接跌破年限 但是因為台積電在台北股市當中是佔有一個全職的地位 那剛剛孫玲哥有提到 雖然說外資在這個月份是呈現淨匯出10億美金 但是昨天我們金管會主委有出來喊話 這個萬點是常態 換句話說他告訴各位 萬點就是他心目當中的一個地板支撐位置 那再加上現在520即將要來了 那再來今年的選舉應該已經開始起跑了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政策性的主導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台北股市的一個股價指數 了不起就是回到2月21號的這個多方缺口去回測一個支撐 不至於會說真的有那麼崩盤的這種危機 過去台北股市累積了一段時間沒有去做一個回測 所以其實他的賣壓會比較重一點 這還蠻正常 所以其實在回調的過程當中 大家還是注意一下風險的管控就可以了 好 那麼在這個可以看到履虐價銅的部分的話 這個相對題材能夠變成短線支撐力量嗎 其實履虐銅的這個報價上揚 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個結論 就是這一波的一個價格上漲潮 其實是來自於軋空的力道 什麼叫軋空 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大陸不是 應該說美國去制裁了俄國的鋁業 對不對 那會造成鋁價 應該是造成鋁價的崩盤嘛 所以很多人都去放空鋁價 那因為制裁了鋁之後 造成整個鋁的庫存是下降 我現在如果去放空 萬一合約到期我要交割 我沒有東西可以交割給人家 各位 這些合約其實都有現貨交易的一個機制存在 沒有東西交給人家 你的合約就會違約對不對 那為了不讓這個合約違約 我只好提前去回補掉我的空單部位 所以造成了一個軋空的行情 這個不是實在的需求面的一個上漲 它只是一個供給面的一個影響跟調整 所以其實在整個屢虐童的這個價格上面 未來雖然是衝得很快 但是也要小心 它有可能會有肩頭反轉的一個疑慮 那另外在面板廠的部分 2409的友達跟3481的群創 其實最近的股價表現都相對比較弱勢 過去在盤面上面也跟大家掌握到 雖然三星是退出LCD 但是長期來講 對面板產業它就是一個成熟性的產業 漲多了它就會回來 它就是在一個大區間當中去做相形的整理 所以其實在整個面板的部分 虧錢還算是正常的 因為中國道路產能一直開出 所以其實在面板的投入上面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如果手上還是有面板相關的個股 我建議大家有機會 還是可以解套一下一個比較有尊嚴的位置 會比較好